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城市鼓励工人就地过年 往年需求量巨大的普工似乎不那么紧张了 但是各家企业依然面临着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企业进行了产业升级 推进智能化生产 对高水平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 结构性缺工更加严重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方赫云是东莞市一家电子产品企业的负责人 最近一段时间 他每天的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不停地找关系托朋友 帮他寻找一名有经验的技术工人 为此他还给出了相当优厚的待遇 基本工资 绩效奖励 还有年底分红 就是工资待遇就是一万底嘛 然后再加绩效奖嘛 或者那个年终再给他一个 我们那个叫做运营股份嘛 就是分红嘛 大约就是一个月可以 拿到平均一个月至少有一万五以上 行 麻烦你哈 尽快我们整缺那个人员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产的产品调不太出来 效果不是太好 到底是什么岗位 让方赫云如此着急呢 在公司的住宿车间 方赫云拿起一个加工好的塑料托盘 告诉记者 这些产品是客户委托定做的 这道工序就是在托盘上涂附一层软胶 防止托盘上的物品滑动 看似简单的操作 实则需要有相当的技术水平 它因为它面积太大 它流动性比较困难 所以制作起来要很高的一个技术水平 你如果压力太个调大 如果稍微调不好 它就会走披风 如果调的太小了 它又会像那个出现那个不良品 它就会像这样的走着吹胶 这种的就是报废了 方赫云告诉记者 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 需要根据不同的产品 设置不同的压力 温度 时间等技术参数 压力过大 就会在托盘边缘产生多余的毛边 只能二次加工清楚 压力不够 又会出现缺胶现象 导致产品报废 经验比较丰富 比较成熟的人 他就可以调到一次性 基本调好 就像这样 这样就不需要 编料都没有 那就不需要去做那个二次加工 由于废品无法再回收利用 托盘的材料成本 加工成本 也都一并损失了 方赫云告诉记者 这样一个废品的损失 大概在30块钱左右 而一个好的产品利润 也不过几块钱 卖10个好的产品 才能填补一个废品的损失 方赫云需要尽快找到更好的技术工人 他能给我带来的效益更好 为什么 我都成为A品多好 为什么 是吧 我的损耗就更少了 第二 我的次品也少了 然后我的客户的诚信度 我的客户的感觉 我那个层次就更高了 那我会要求更高的产品 那价位就更好 不仅是住宿车间 模具车间 同样急需技术工人 作为一家小型企业 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 所以需要模具师傅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做好新产品模具 方赫云开出了 8000到1万元左右的月薪 经验技术好的 可以在15000元以上 但是一直没有招到 合适的模具师傅 既有进来的效率就更高 他同样没进来的 他也难做到 但是可能很费工时 又很浪费时间 让我们自磨的时间 又很浪费了 又浪费了材能 材料又浪费了时间 这就是我们近期招聘的 一个设备技术员的 一个岗位 在东莞市另外一家 生产半导体 基础材料的公司 负责人力资源的 经理黄茜 告诉记者 他们目前急需 机械类 电器类 自动化类的 一线技能人才 记者看到 这些招聘岗位的月薪 在8000元到12000元 并且提供五险一金 相比普工的五六千元月薪 有一定技能的技术岗位 薪酬要高出许多 那么我们是 希望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一到三年来工作经验 做的工作呢 就是在一些设备和零部件的 一些制作加工上面 还有一些巡视和检查 生产设备的一个运行情况 黄茜需要的技工 不仅包括生产设备的 巡检和日常维护保养 还有参与生产线的技术改造 以及新设备的安装调试等等 一天8小时工作之 每月4天休假 五险一金 他们还专门为一线技术人才 设置了直级上升通道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 一台设备出现了故障 负责设备维修的妙节中 正和同事对这台设备进行调试 妙节中中专毕业之后 进入到这家公司 做设备维修功能 随着公司设备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他又考取了 电器自动化的大专文凭 现在负责公司 整个生产设备的维修 还参与到公司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 特别是生产线的 技术改造项目 他都全程参与 要求我们掌握的智能 会特别的比较全面化 设备的保养维护 还有设备突发故障的 知识处理 还有设备的改造 还有设备引进各方面的 如今庙节中 已经晋升到公司的 九级技师 距离最高的十级技师 还差一级 薪酬待遇远超普通员工 多年前 他就在东莞市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买了房 买了车 一年的这个输入大数有多少 应该是20到30个 W是这样的 20 30万左右 有薪酬待遇的话 像我这样的话 应该是属于比较中上 属于比较中上水平的 这里是深圳技师学院 这里毕业的学生 都是香伯伯 激光校园市主任 孙志娟告诉记者 每年一到毕业季 她就会不断接到 企业打来的电话 希望从学校 招一些毕业生 但是孙志娟 只能跟这些企业 一个一个地道歉 因为所有的毕业生 早都牵出去了 因为他们要的人数 我们实在是 没法满足 我们一直最近 也在走返这个企业 就想维持这个关系 也表示我们的一种歉意 今年深圳技师学院的 激光技术应用专业 一共只有114位学生 但是早在2020年 很多企业 就提前来到学校 招聘 当时提供的岗位 超过了400个 每个同学手上 有两到四个 录用通知书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全部的来校招聘的企业 全部没有招码 甚至空手而归 一个都没有的情况 而且这种 供不应求的歧视 越来越冥想 在深圳技师学院 中德制造学院的 工业机器人应用 编程时讯室里 工业机器人应用 与维护专业的学生 正在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机器人的维护 和语言编程学习 这里的很多毕业生 在毕业前一年 就已经和用人企业 签订了招聘录用合同 副院长李泽民告诉记者 现在用工企业 对于技能人才的要求 越来越高 相对应的薪酬 也水涨船高 就是从事这个视觉 这个调试方面的 那么可以8000块钱起薪 那么它一进去 可以从事开发岗位的 那么基本是 1万到1万2的起薪 三年之后 如果是进入了 这个工程师行位的话 这个目前这个行当的 这个基本的薪水是1万5 记者了解到 随着珠三角地区 产业短型升级 很多企业进入了 智能制造时代 大量的普工岗位 被机器人 和人工智能设备所替代 随之而来的 就是对技能性人才需求 大大增加 这些年我们就感觉到 企业的用务需求 越来越迫切 原来是我们提前半年 提前几个月 提前半年企业来找我们 现在是提前一年 甚至还提前两年 企业来找我们要人才 在深圳的一家工业 机器人公司 记者见到了在这里 实习的深圳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 和维护专业学生 邱武济 已经在这里 实习近一年的他 今年6月份毕业 准备入职这家公司 这个专业刚兴起 然后自己本身 对这些也有兴趣 然后就报了这个专业 实际上我们跟技术学院 也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 就是每年会从他们这边 招聘大量的在校生 过来进行实习 主要是做自然化装备 机器视觉这一类的开发 应用与维护 周虎告诉记者 在实习期结束以后 公司会根据实习学生的工作表现 安排到对应的岗位 有的学生会到研发部门 有的学生会到技术服务部门 做机器人的应用和维护 像目前我们从技术学院 招聘的学生 大概经过一年以后 甚至一到两年 然后逐步进入了核心的 研发岗位 薪资到两万以上都有可能 有一些比较好的学生 就是通过就业培训以后 走向更好的一些岗位 周虎所在的这家企业 主要从事运动控制技术 和工业机器人相关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他们为深圳很多科技生产企业 提供制度化装备 因此需要大量技工 去帮助客户完成自动化 产现的调试和维护 跟以往普通的工人不同的是 他们要懂编程基础 机器视觉 然后会电器 会自动化的一些调试 那么这一类的人才 相对来讲是在市场比较缺乏 像这样一个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火的或者成熟的 这样的他的收入能达到 月薪能到一万五左右 为了解决企业技术工人缺乏的问题 三月中旬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带领101家东莞市的优质企业 前往广东省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和武艺大学 举办系列校企合作活动 这101家企业 在武艺大学举办了专场招聘会 向毕业生提供542种类别 5293个岗位 需求较大的岗位 集中在设备技术员 数工机床操作员 电子工程师 电器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等 企业提供的综合薪资 不低于每月5000元 最高薪资可达每月2万元 东莞是制造业城市 所以我们去调研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需要大量的模具 机器人 这个机电一体化 还有这个编程 等等这些技能人才 针对我们企业的这种需求 第一个是我们在学校方面 要推进这个高质量的 国际化的技能人才培养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支持企业 来建这个即时工作站 通过以示带头 培养大量的这种技能人才 缺工 缺工 万元高薪抢人 应该是20到30个W之间吧 月薪2万找不到司机 新买的货车无奈停运 现在人是谁愿意干这个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的停车场内 记者看到 这里停放着不少专门运输 集装箱的拖车 其中还有十辆崭新的拖车车头 这些车辆都还没有悬挂车辆牌照 看我们这车多新啊 搞得到处都是灰尘 这车停了多久了 停了有一个多月了 每次看见这些停着不用的车 贺少伟就觉得很心疼 车辆不跑起来 不仅挣不到钱 还要不停地赔钱 这我们这车每天停着不动 每天差不多五百块钱要一样 让它五六百块钱一天 每个月供车款都要一万七八 还有保险啊 保险一天差不多一百来块钱 停车费 这个每天都有几十块 贺少伟告诉记者 这十辆集装箱拖车 都是使用天然气的新能源车辆 每辆拖车头的价格在四十多万元 加上后面的拖挂车 以及贷款利息 每辆车的费用差不多将近六十万元 十辆车就是将近六百万元 但是目前一点都产生不了收益 那么贺少伟的这些新车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不运营呢 主要就是没驾驶员 有驾驶员现在单独还可以 就是没驾驶员 贺少伟的公司 原来有82辆集装箱拖车 去年下半年集装箱的运单 出现大幅增长 原来的车辆根本满足不了客户需求 所以他们在年前购买了十辆新车 本来想着这些新车 可以迅速投入到公司车队运营 没想到却招不到开拖挂车辆的司机 加上新买的车辆 现在公司一共有92辆拖车 但是拖车司机却拖到60个 我们现在也都想尽各种办法 包括内地里边 到处发生所有能利用上的资源 都让他们去帮我们去扩展这种 就发散这种信息 老家虽然介绍的就每个月奖励一百 每年都有 朋友介绍的就是如果说楼用了 就奖励一千块钱 记者看到 在贺少伟公司的大门上 电子显示屏正在滚动显示着招聘驾驶员的广告 本公司长期招聘A2驾驶员 待雨优后熟悉码头操作及珠三角路线 而贺少伟也在通过微信朋友圈 集装箱拖车群 招聘网站等 发布招聘A2驾驶员的信息 招聘信息内容显示 驾驶员月薪两万左右 并提供免费宿舍 因为没有足够的驾驶员 贺少伟只能减少公司的接单量 我们一月份的 基本上每天都是七八十个贵 但是到了二月份 我们年后就不敢接单了 每天就够自己车坐就可以了 在深圳是另外一个集装箱拖车停车场 记得看到 这里停放的车辆更多 这些车辆属于不同的物流公司 杜金利公司的集装箱拖车 也停在这里 我最高峰的时候 我后边就停到一半了 就停到二三十台 在这停着的 不像前期前 前期前可能说司机找工作的很多 现在都是我们来找教司展 2018年之前 杜金利他们公司 还有富裕的驾驶员 但是到了2019年 驾驶员就出现了短缺问题 2020年 驾驶员的缺口在10%左右 到了今年 缺口将近20% 他们公司一共有 140多辆集装箱拖车 而驾驶员的缺口 就有近30多个 最难受的是 公司订单堆在桌子上 车停在停车场 没人开 没驾驶员开 这是最难受的件事情 客户他不能理解 这两天 小夏招那个司机的情况怎么样 在另外一家物流企业 企业负责人蔡光燦 也在为驾驶员的问题发愁 每天他都要催促负责招聘的 部门经理 招驾驶员 作为深圳市集装箱拖车 运输协会副会长 蔡光燦告诉记者 他们这里每天 都有前来应聘的司机 但是年轻人却很少 这是他们碰到的 唯一一个90后 但是因为还在实习期 不能开车 也没法路用 蔡光燦认为 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开 集装箱拖车 除了难以适应 这个行业的枯燥 辛苦之外 很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行业的驾驶员 门槛比较高 集装箱拖车的驾驶员 需要A2驾驶证 而A2驾驶证 不允许初次申领 只能通过持有B1 或者B2驾驶证 三年以上 并且之前两年内 没有满分记录 才可以参加增价考试 A2的驾驶证 本身 它的口壳 就是整个过程 成为一个完全熟练的 这个A2驾驶证合格的 它需要的周期 是最少的要四年帮 另外 我国道路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驾驶员在实习期内 驾驶的机动车 不得牵引挂车 保险公司的责任免赔条款中 同样列有 实习期内 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 属于保险公司 责任免赔的范围 就是说你带了托头 切你拿这个托挂 那你所出现的这个交通事故 你实习期内 是免牌的 它是不牌的 就等于说 如果它出现交通事故 那保险公司是拒牌的 那我们也承担不起这个省事 一方面年轻人不愿意 或者难以进入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 现有的驾驶员因为年龄大了 逐步退出这个行业 按照规定 A2驾驶员到了60岁 驾驶证就会降级 不能再开拖挂车辆 那导致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开始出现诞成 就是说你完全招不到人 不是说你给多少钱 每年我们现在 给司机的代入 是在相比腾年 以10% 甚至15%的工资的涨幅 在招人 但是还是招不到人 记者在深圳市盐田港 集装箱码头的进出口看到 来来往往的拖车驾驶员 看起来年龄普遍比较大 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 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 记者采访了几位驾驶员 整天现在到车上 都没有定乱什么这种休息的 累得有命 现在人轻人 谁愿意干这个 都是四五十岁的 因为他这个驾驶证有要求 所以说你这个驾驶证 必须要A2才可以 所以说中间深A2 这个也需要时间的 记者在采访中 也碰到了一位 即将降级的驾驶员 这位驾驶员今年59岁 到明年2月将年满60周岁 记者看到 这位司机的驾驶证上面写着 请于2022年2月3日前 办理降级患证 不得意了 现在3月份了 到了60岁就不能再出事这个了 我们的驾驶要降级了 深圳市集装箱拖车运输协会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目前深圳市集装箱拖车驾驶员 60后占13.15% 70后占66.17% 80后是18.65% 90后只有2.03% 而驾驶员的缺口是14.14% 目前深圳市 有集装箱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 一共是5900多家 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车辆 是42,000多台 驾驶员的缺口将近6,000名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加强 这种基础性的工作 那将会严重地影响 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 已经是成为一个 全国性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不光是我们深圳 人理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 2021年制造业服务业供人短缺 其中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 超过二 岗位需求明显高于求职人数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 已超过两亿人 占就业总量的比例 从前几年的20% 提高到现在的26% 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 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例 达到28% 预计今年年底前 这个比例还会有一定程度提高 根据预测 今年的高校毕业生 将会达到909万人 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而在技能人才市场上 即便是企业开出了高达万元的月薪 一功难求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 大学生就业难 与中小企业招工难并存 进一步凸显了就业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转型升级 企业对于技能工人的需求量 还会大幅增加 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手 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还需要在人才培养 转变就业观念上多下功夫 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出 更多的就业空间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